安顺国会议员尼克敏与巴硕博达马州议员吴嘉良再度为安顺三民独钟烧来佳音 拨款4万令吉支持该独钟的两支文化表演团体 即24节令鼓团霍华乐团 作为添购新器材维持日常运作等用途 也体现安顺火箭以实际行动支持传统中华文化活动的发展 吴嘉良指出三民独钟是继安顺三民华钟 三民一校三民二校之后 第四所获得类似拨款的安顺华校 此前受会的文化活动团体包括三民华中的24节令鼓队 三民文化体育会 三民一校的五龙队及三民二校的24节令鼓队 在校园内创立并维持一支表演团体并不容易 尤其是涉及传统文化的表演团体更是困难重重 尼克敏与吴嘉良作为华校生深知其中的艰辛 因此无论在朝在野也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 积极协助这些团体的发展 吴嘉良表示 尽管这些学校一直以来都获得政府拨款和国州议员的资助 但这些资金多用于学校的日常运作和修缮 因此作为当地的国州议员 尼克敏与他决定额外播出款项 专门支持这些传统文化表演团体 吴嘉良强调推广文化传承需要政治决心和实际行动 不能只期望成果而不提供资源 这就好比又要马而跑又要马而不吃草 他在移交拨款时特别强调 这些款项必须专款专用 校方应确保所获资金全数用于这些表演团体的建设 发展及推广 也是霹雳州行政议员的吴嘉良进一步表示 除了资金的支持 文化 艺术和表演的推展 还需要更多的演出平台和交流机会 因为这将有助于记忆的提升 交汇和碰撞 为此 他早前曾与霹雳州传统民苏文化联合会合作 举办吴嘉良杯全霹雳中小学24节令鼓邀请赛 吸引众多选手参与 成为霹雳州一项重要的文化赛事 吴嘉良补充道 来年他计划将这一举措扩展至其他中华文化活动 使更多不同形式和种类的文化活动也能得到更多关注 同时也为各类表演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切磋的平台 从而推动更多人参与其中 促进霹雳州的多元文化蓬勃发展 将霹雳打造成一个文化底蕴愈加深厚的州属 有鉴于此 吴嘉良表示 年轻人的参与是文化活动得以长久延续 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 而年轻人的加入往往能将创意与传统相结合 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 这也是他选择不断帮助年轻文化表演团体的主要原因 最后他强调将继续与华校及民间文化团体保持紧密合作 以促进一文产业的均衡发展及人才的培育为主要目标努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